地上名片 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 拜访联邦参议员苏立文 大方安排台湾媒体进入拍摄 不止侯友宜送上伴手礼台湾茶叶 立委江启臣也带来弊章送给苏立文 因为他在1996年台海危机时期 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 参与美军巡逻任务 我们要去救命运 48小时华府旋风行程 侯友宜见到五位参议员 11位众议员一共16位 美方高度展现诚意 侯友宜麻辣松市交流 目的要传达不是只有执政党爱台 也要撕掉亲中标签 到美国来最重要要深化台美关系 达到我们彼此之间 能够充分的沟通意见交流 未来我们会共同努力 让台海安定台湾安全 让美国安心 全世界也放心 不止见到参众议员 美冬时间18日晚间 侯友宜与美国国安会 国防部以及海军陆战队将领 等政府前军职文职官员进行晚宴 双方针对国际合作充分沟通 让美方了解想法及主张 要对美方营造风险降低者的形象 侯友宜拜访华府传统基金会 亚洲研究中心主任史密斯 研究员孔明尚 以及高级政策顾问布拉克 亲自迎接闭门会议 大约一个多小时 侯友宜是今年大选 以总统参选人身份访问华府的第一人 至于访美的成效如何 就待美方对外释出消息 以上是东森新闻记者黄浩哲 叶婷在美国华府的报道